五區公投,全民濟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濟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 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好熱啊 阿哥,你回來了 你也很享受,開著冷氣在做甚麼 看台長說神秘的事 開冷氣就要付電費 聽myradio就要付月費 你付了月費了嗎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假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 節目月費計劃 旅程 將會在七一街站 將會在七一街站搶先發售 數量有限,有賣襯手 記得來吧 好,回到第二節的學生主唱 為什麼問我不是你說的 一人一字 都嘛 就是叫做 有輪替 有輪替 你明白嗎 正黨輪替 工黨之後就保收黨 保收黨之後就 其實工黨真的收得屁 工黨 保收黨之後可能就變Youtube 不過不能夠不說 我們做這個節目 是又要做research的 除了上一節說這麼多的事情 我用了兩小時 不斷地跑各種資料 所以我說這麼多廢話又怎樣 大家交月費了 交月費很重要 還有支持一下買Radio 因為最近比較窮 不如不說那麼多 最重要是支持買Radio 支持買Radio 支持我三豬場 還有給月費 如果大家願意 多多感謝 多多感謝 回來今節 怎麼樣 阿駱你想說什麼 不是 說中大 中大會長在這裡 中大你想說什麼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就是前幾天 中大就在校動會中 然後還流血 中大會長怎麼看呢 就是來到這裡 就不要代表中大師母 就是很麻煩 代表中大師母 是不是 至於有人說 其實大家留意開 那些人就說 我們升火是以叫做 賣勇武 就是叫做欺騙選票回來 就欺騙了上位 大家都知道我們選戰有競爭 不是等候選舉 左家就經常都說 你們經常都說自己勇武 就是賣勇武 扮勇武 上次遞訊就是你勇武 對 其實我上三個月來 就不斷問 你不是勇武嗎 你早點什麼都是 你不是勇武嗎 你為什麼要搭電子上樓 你不是勇武 你為什麼要燈紅綠燈 不斷說 勇武充紅燈 你又不夠勇武 對 因為特別有些話題 就是特別是下董會改組 特別是說 新校長輪選 說廢除了三個悲言仔 其實我們有不同 和不同中大部門的溝通 你知道有些東西 除了衝動之外 比這個Rational的Proposal都很重要 我一直都在做這些事情 但說到每次我們碰到校正的東西 或者阻交會care的東西 他就不斷說 你又說你勇武 你只是交Proposal就算 你只是遞信就算 你找別人的資訊就算 勇武都要legitimacy 也要正當性 你什麼都沒有做 就直接勇武 是沒有正當性的 你試過任何方法 之後才去勇武 才是有正當性的勇武 就是委任梁乃鵬做新校長的主席 你不想勇武 你不想維交他 你不想衝他 委任李君豪做新校長 你又給一件糧粉走進來 你什麼行動都沒有做 就快有人在中大亂扔垃圾 他都說你為什麼這麼不勇武 當然了 上次大家如果有留意 在中大亂扔會決定提名 梁乃鵬做中大亂扔會主席的會議之前 我曾經代表過中大九大孫學生會 以及我們教務會學生代表 總之就是中大的學生 就遞信給中大亂扔會 要求他們押後整個提名程序 也說了我們幾點訴求 那張遞信那一刻 那張照片 就被那些 哇真棒 被那些什麼左膠 又卡了圖 然後不斷做圖 你猜一下他在做什麼 A就是拿獎學金 B就是合照 C就是勇武抗爭 C就是勇武遞信 勇武遞信這個名字 現在就被人笑了很久 但是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真的變成勇武遞信 遞信後連續就勇武為他 維交校董會 簡單來說 整個行動就叫做 用遞信做掩飾 順勢就圍倒校董會 那麼直接這樣說 你在香港電台會不會這樣說 難道中大校董會有聽話嗎 其實是要講過 因為我們整個有部署的 也都披露過 我們是用遞信 遞信根本不重要 遞信線到包圍其實是一個連續行動 當然遞信裡面的信 也有我們很清晰的要求 整個行動就是以圍堵的形式去做 訴求其實就很簡單 一句說完 就是廢除特首作為校監 在中大的特權 還有終極來說 就是廢除特首作為校監 在中大的特權 就很簡單 當然最後我們的訴求 大人蒙面 我怎樣蒙面 有新聞有報道 你們當日有些維交的人是蒙面的 有人蒙面很正常 誰蒙面誰就是鬼 但你保護自己的 那我又不是黎文樂 黎文樂 那我大大的頭在衝出來 但很多行動者都補分 那天黎文樂也有攝石 不是的 那是改圖 改圖 攝石當改圖 我以為是真的 我以為是真的 在現場自拍 是啊 那不是 黎文樂來到現場 我怎會不跟黎珊拍一張照 原來是改圖 我以為他真的是攝石 總之 都要跟那天大概一百位 左右來支持的 不同院校學生會 還有各位異士姐 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始終 即使我們將近一百人的異士努力都可以 我們最終都不能逼到中大校董會 答應我們所有的要求 那只能夠 你講的東西跟香港電話一樣 我有聽節目 是嗎 但是我也要道歉 真心 真心 我很對不起大家 我們的談判能力所限 我們實際的能力 和這個 所限 不能夠逼到 答應所有條件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校董會是講廣東話 還是英文 廣東話 哦 都好一點 最終就是 中大校董會 就只答應了 開一個 Seminar 即是再開一個 籌備委員會 然後在我再追溯 即是再求求他們的情況下 就答應這個籌備委員會 有學生代表 還有教育資源代表 公正公開公平 辦了Seminar 邀請外國有相關 即是跟特首大校監必然制 類似的 校監制度的管治大學 大專校的管治人物 以及其他研究教育制度的專家 來到Seminar 同時就開放給中大全體私生 進去參與 就叫做混合專業的意見 也有大眾的看法在裡面 最終就遞加一個報告 就是公開的 再經中大校董會 再給特區政府 作為一個意見的表達 當然整個 是不是很嚴謹的review 當然不是 也不是我們一開始叫價的 叫做專責調查小組 當然 因為中大校方 都叫做黏了頭盔 他說 看到 如果一旦這個報告 有很強烈的意見 或者有很大的爭議性 中大校董會 就會再開設 task force 去跟進這件事 你們都好一點 如果現在高等教育議題 即特首考驚必然制的十九項 不同大學都有不同的 例如 浸大就有專責小組 你們就起碼有個Seminar 我會這樣說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我應該衝過兩次 第一次就是要他答應 第一次就答應 第二次就是他反口 之後就衝勾他 這次不是怪責幹事 這個是校董那些 很無恥的校董 他們答應了之後反口 但到現在也是 都是抵抗的 都是抵抗的 最重要就是 有一次 因為我是編委會 總編 他就邀請 他邀請學生會幾個P 幾個大位的去聊天 鄭國康 即我們的職位就是校長 但我們不會叫他校長 鄭國康就邀請我們幾個去聊天 他還要特地提這件事 就是你要知道 學校很難做的 不可以搞 用一大堆藉口去推倒他 總之給了一大堆藉口 你說不會搞這個專責小組的原因 我們都這樣說 我們學生會都沒有符 但你們都起碼有個SAMILA 其實很難 有時候 現在叫做非官方一點點 有時候都 以前特別是說 雨傘革命 七大台的年代 你會覺得 上面指揮那些屁股鬼 就是什麼都不懂 只是坐在露營那裡吃杯麵 扔別人命去死 扔別人去衝 只是被人拘捕 你會覺得他很糟糕 但反過來 當你本土派 不再拆大台 你們自己就是 掌握了一定權力 掌握了一定話語權 然後你有策劃行動的能力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真的 好像我們以前口中批評所說 只要這樣衝衝衝 就可以一定有成果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反思 當然我到今時今日 我依然覺得學聯當日的指揮 是失敗到頭頂 但問題就是 你在這個位的時候 你做每一個決定 其實都是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不重要 我覺得不是說你要指揮人衝 我不奢求學聯 或者學生會指揮人衝 你只要不要妨礙人衝 你一定不會妨礙人 你也是要尊重不同人的自由意志 因為每個抗爭 其實都是由他自己抗爭的身份 並不是叫做跟理這個大台 所以我又要再道歉 因為最終我們答應了 我接受他這個科研 接受了這個叫做seminar 和這個organizing committee的科研之後 這個public report的科研之後 基本上我是因為被中大效動 會迫得很緊 我就沒有足夠的時間 是跟場外其他抗爭者去磋商 或者甚至至低限度 就是早一步通知他們 我都做不到 就變成了令到那天 很多抗爭者都突然間發覺 啊又散水了 這樣 或者叫做 這樣開到這麼低的offer 你們都接受 或者就不明白為什麼 我可以不問過他們 就接受這個條件 那就是我自己 在當時是沒有相關大隊的經驗 也是叫做很大壓力 在中大效動會裡面 跟他們辯論 那變成我不能夠做到 一個很成熟的決定 也很不成熟的 沒有跟大家再磋商 才再做這個決定 就是都要跟大家說 真對不起 很對不起大家 原諒我就原諒我 這個是香港電台沒聽過的 是不是 他不讓我用那麼多時間道歉 他抓著我 要我回答其他問題 就是那些 你為什麼這麼暴力 為什麼你不可以 對呀 香港電台抓著你 香港電台 為什麼你不可以慢慢談 超糟糕他們 我只能夠在這裡 有多點時間 給我自己說 就希望大家原諒我 但是 就算不原諒我 我都只能夠在日後的行動裡面 做得更好 就是用行動去贏回大家的信任 我就覺得其實做得很好 真的有同學會這樣投訴你嗎 還是你真的收到這些語言 有的 我已經做得很好 你看見其他U 就算CoinU 以我所知 他們什麼都爭取不到 原則上 有成績這件事已經是非常好 有時候那個兩難就在於 你要 就是民主黨當年的兩難 你當然是要先待著 還是跟他徹底會在難面 衝鋒到底呢 如果那個待著先是有問題的 你當然是不可以先待著 但是如果這個情況 你說 專責小組和SAMLR 而且他答應了 我們不要假設他會放口 如果假設他會放口 就什麼都不行了 就是不用談的了 就是不要假設他放口 就是說如果SAMLR 他意見是夠強的時候 會開專責小組 我覺得這個Promise 是OK的 其實他也出了新聞稿 其實 但是 那時候我在策略這個行動之前 有跟阿港大一B仔 就是馮經恩上任會長 我跟他有交換過的意見 因為始終他也是叫做 圍董校董 他也是前輩 是前輩 第一人 我是聽到一句 我是很觸碰 也是 這因此 令到我決心搞成行動仔 抗生手法是一回事 有沒有效果是一回事 你最重要是展示到 人民決不屈服的勇氣 你人民你有抗爭到底的決心 有時候 那些人會說 你是不是又是夠衝呢 你是不是都衝 你為什麼不嘗試再溝通久一點 為什麼不嘗試再給他們一個機會 看他們難處呢 我只能夠說 你下下就用管治者 在位者 有權力的人的角度去思考 但有誰是想過 我們同學的需要 想過我們同學的憤怒 有什麼人民的需要 人民的意願 你在人民的一方 你自然要到人民的角度出發 你任何一場抗爭 任何一場行動 難聽說一句 吊控過蘇聯 搞了兩天 那樣都是被人抓 那樣都是被人 charge 暴動 你說是不是溝通 是不是什麼成果都沒有 坦白說 如果你說那晚是有什麼成果 結果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但是問題是 它展現了 人民決死抗爭的意志 而這個意志 我左膠一點說 這個意志 必然就會激發日後更大的抗爭 你先有雨傘革命 的扔水瓶 紙盾 用遮嘔的警察 然後你才會慢慢發展到 蒙面 backboard 燒垃圾桶 到黃國 鬚亂的時候 是真的燒起火 扔磚還擊 你必須要一步一步地 展示人民 狠抗爭的意志 人民決不後退的意志 然後用這個意志 去感召更多人出來 因為大家都明白 這場抗爭真的是 很大的代價 我們再不是以往 遊行示威 以往遊行示威 那有什麼代價 退田馬 頂到重署 頂到重署 或是明天會有需要 沒有代價 但今時今日 你能明白到 走出去 不要說搞革命 至少叫做 我們勇武抗爭 必然是有代價 而這個代價 是隨著你 人越多越少 因為你只有一兩個人衝 肯定就拘捕了 但如果你能夠 越來越多人出現的話 其實每一個意志所分擔的風險 其實反而越來越小 所以有一小班的 爛頭蛛 不怕死的人 走出來展示抗爭的意志 自然會有越來越多 本來怕的人 一起加入抗爭隊伍 今天張亦很感性 很感性嗎 對 又道歉 然後是否受到什麼 情路上有什麼 特別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說話 我在學生會會長的位置 不能夠很坦白很公開 始終如果我用學生會會長的名字 就是代表著 自己的名字也不行 有些事情 當然我現在說話 那些人都會 左膠要做我 都是抗爭 學生會會長無後 中大學生會會長 學生會會長無後 學聯當年的指揮極度失敗 他都可以這樣抗爭 但問題就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不能夠以學生的身份 亦都沒有時間 給我作出 對同學公開演說的手 我希望在這裡 人少少 也可能會有我的支持 希望跟大家坦白說 你的支持者 有我的支持者 有我的支持者 我明顯沒有 大家只有你的支持者 周總編 沒有 不少聽到我們節目 大部分人都是 其實 是這樣 我自己也是 學生會有心偉 但我又不像張若錦 我又有什麼估計 你看我們在學生主場 吵誰就吵誰 之前試過吵我們自己的幹事會 在Facebook也是會吵 我相對於沒有 因為不同 會長和總編 我總編代表傳媒 我夠說話 你一個監察組織 我完全不在乎 是第四權 對 他是會長 你用一個國家的抗爭 他是總統 他怎麼可以亂說話 有時候有很多的煩惱 還有一些進退兩難 特別是 你走到某些位置 你究竟是繼續圍 還是安全撤退 因為其實那天都看到 你問我怕不怕 保安當然不怕 但那天電視都不會拍到 場外我們看到很多警車 很多警察都來了 其實還有很多的出入口都已經封鎖了 他要衝進你 就是塔雲峰才能夠 但問題就是 你在暫時拿到成果 然後保存大家安全 還是你徹底衝鋒到底之間 其實都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你選擇了任何一條後路 其實都未必是容比進線 但我覺得我做得最差的就是 這個選擇 無論是怎樣選擇 我都應該和大家一起去選擇 一起去商量 我最終沒有做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很對不起大家 沒有的 迫上涼聲 我覺得又很難的 這些是小錯 這樣說吧 但未來就是 因為其實這次圍堵校董會的行動之後 我亦都有跟聯校的人再聊過 亦都有跟我們中大的教務長再聊過 副導長 副導長其實跟我們很友善 雖然是校董會的成員之一 但因為他始終一直負責和中大學生活聯題 其實都很友善 副導長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就說 阿峰 你們這次包完中大 遲些就到其他U了 遲些就開始考其他U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只能夠說 學界的抗爭 其實都已經燒起了狼煙 即將就是 滾足夠來 但不知道Lingu會不會再搞 我重新一次 這次不是blame 那時候會帶頒校董很無恥 我會看領大這方面 學生會很無力 只能夠說任健鋒那句 天下烏鴉一揚客 天下校董一揚客 是很難的 那場抗爭 沒有權力 沒有人手 沒有裝備 人家有權力 有保安 有警察 甚至他答應了你之後 反口不認 反口也可以 所以中大要看路 一定要監察 密切監察 這幾天都說得鬧哄哄 鬧哄就是火車 九龍灣市昌迷里昌大火 小弟就住附近 這幾天坐車的時候 那裡都很失車 這句話好像很香港人 無論如何 其實是超大火超大煙的 自己坐車 但我喜歡坐巴士 坐巴士 我已經經過外面那條路 都聞到很大股膠味 每天都聞到 每次坐車經過那裡就會聞到 環保署表示 如同其他火警一樣 迷里昌大火令周邊範圍的 原浮粒子濃度增加 如果火勢熄滅 該處的原浮粒子濃度 都將會隨之下降 處方一直密切監察 觀航區的空氣質素 大火對空氣質素的影響 沒有擴展整個蛇區 接下來就會繼續密切監察 這段所謂聲明 我跟大家翻譯一下廣東話 就是 沒事的 媽媽就是女人 如果不是女人 就不是你媽媽 你就會繼續密切監察 這個女人是不是你媽媽 基本上就是有毒 有毒氣體其實是無害 有毒氣體無害 我覺得她很瘋狂 再更新一點 剛才看明報的角度 她說火勢在今天下午7點38分受到控制 現在就差不多夠息了 可以這樣說 都感謝各位消防員 我知道很辛苦 我自己經過幾分鐘 我都覺得 嘩 撐不住 怎麼撐呢 一個正常人怎麼撐呢 因為始終這個大廈裡面 除了迷你倉 大家都固然放很多奇怪的東西 但是迷你倉以外 其實有金屬廠 有鋰電池的廠 有鋰拆廠 也有擺膠的地方 變成燒了很多有毒的氣體 有毒的金屬 其實對於周圍的空氣是極大的災害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可以不疏散整個九龍灣 但是它附近幾棟樓 你怎麼都要疏散 聞到臭的幾棟樓 你一定會疏散 因為你會看得出 它有時會黑煙有時會白煙 黑煙是代表不完全燃燒 意思是有一樣化炭 一樣化炭是會有毒的 你不可以說這些煙是無可的 因為根本就是有毒的 其實白煙大惡一點 其實白煙大惡很多 白煙很多 當然我就不熟悉 但是聽說白煙很多時候 又是膠或者是化學 所以就很反智 更加反智的就是 還有一班人會覺得 聞到氣體是沒有東西的 還呼籲你 太相信政府 呼籲你 拿水 拿西瓜 拿食物 去現場資源 周庭那些 我的心想 你不要當它是佔領區 你不要當它是佔領區 金鐘運動場 我聽到消息說 那裡有人開了物資站 我第一刻是相信的 你會覺得消防 好像自己沒有補給 那些靜棍 你會覺得消防署做了這麼多年的行動 它是會沒有專業的物資供應 原來消防員會肚餓 它是不知道消防員要補充什麼的營養 需要什麼的食物 你會覺得消防署是不知道的 美軍打打仗 去現場開設物資站 買個薯條給他吃 我發現沒有通訊 你有沒有講 我只能夠說一句 就是自力水平 我不知道他是太自視過高 還是看消防員太低 坦白說一句 整件事的出發點是好的 是溫暖的 至少我不會質疑 送水去或送食物去的 市民的那份心意 尤其是如果你住附近 我很明白那種 你看見他夠了那麼多日 你有些罪咎 你想補償 我覺得很合理 但酒庭那些 如果你是政治領袖 你說的話 麻煩你負責任 就不要那麼反智 你不要鼓吹一些反智的行為 因為其實除了 除了背後質疑消防的專業補給鏈之外 其實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送水去 你送食物去 人家就特意用一條磨碌站在那裡 笑笑口感地說多謝 大哥 人家救完火 人家想休息一下 累到仆街 還要站起來笑笑 跟人家說多謝 多謝 多謝你啊 周庭 那你想你同事 我是說周庭 我是說香港眾戰 即是章益不夠這樣說 我就沒有什麼心分顧慮 我是在挑香港眾戰 有時候香港人 都要重拾這個常識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今次的救火行為 現在就叫做已經受控了 會不會很快就撲釋到呢 要再看的 但是在整個這兩天 燒得很厲害 一直都失控受不了控的情況當中 不斷就有不同的人質疑消防署的救火策略 都質疑是不是有現場的指揮官 是指揮失當呢 當然我第一件事就先戴頭盔 我們都不專業 完全不專業 我完全讀都沒有讀過 我對於火的理解 只是忠於我當年讀化學的理解 火三角 那你這個不是你的常識 這是不是化學 我只認識火三角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 我也是覺得指揮官 某些決定是很荒舊的 譬如相傳說那個叫鼓風機 在火場中燒得很旺的時候 突然開鼓風機叫做開路 但是鼓風機吹進去 自然就燒得更旺 但是除此之外 有很多人質疑 為何火燒得那麼厲害 你還要派人進去 為何不能讓他燒 或者什麼 有些更好笑 為何不直接拆除整座大廈就算了 爆破整座大廈就算了 有很多 不知道笑好還是生氣好 但是我只能夠說 大家質疑消防署現地的指揮 是否有問題 是可以的 完全合理的 大家覺得 處長做得不對 我覺得 都是可以的 因為你一個成熟的民主政府 其實你是應該受到人民的監察 問題就是 你質疑還是質疑 你不要突然當自己是專家 給一些天方夜談 我覺得質疑是OK的 你問他為何還要派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合理的問題 而消防署也有責任去解答這個問題 為何我們還要派人去 雖然他可能有些專業的理由 但他是有責任理解給所有市民 為何他要派人進去 而他解釋不到 他是有問題 這是一定的 但就不要亂給建議 有些建議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即是爆破了上面的場合 在上面沙沙去 爆破 還有最好笑的 水泥救火 大哥看幾個都看不明白 是的 究竟水泥救火是甚麼玩法呢 總之 有時候香港人 譬如說 前陣子打風 突然有很多人變成氣象專家 對 每個人都是 今時今日我覺得 脫勾大家變成國際專家 對 所以我剛才沒有描述的 我只是看專家的報告 基本上 香港人有時候是要相信專業的 不相信專業這件事在香港 其實情況很普遍 不要說 我覺得不是不相信專業 現在是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政府 對 我覺得這個現象是開始 怎麼說呢 又不可以說好或壞 但這個政府是越來越不可信 就算是消防決定 他們都會質疑 我覺得其實連累了英勇的同事 你因為 但我覺得 在Facebook 或者高等 又不想大壓 對 不過不要認真 就是認真 就是認真 其實最慘的是 你政府的高官 事副鬼六百九犯的錯 或者那些局長犯的錯 你要那些前線小的 被人質疑 失去了他們的Dignity 和他們的Respect 我覺得就是很大的問題 那個消防署署 黎民軒 他說話整個黎民樂 可能是阿哥 但我覺得 處長去者未必有錯 但叫做 昨天假裝哭 是否叫做最好的指揮 我當然不夠說 因為我不懂 但總之就是 今天節目來到尾聲 補充了一句 我屌你老母死黑警 你這幫死廢柴 由早到晚讀不讀到書 不懂得做 日日只是吐我們 拿那麼高的工資 消防 那麼辛苦 突然死亡了 拿的工資少你幾千元 起床點 升職又慢過你N倍 屌你老母死黑警 中大學商會會長 舉終止 不阿 這個節目包都說髒話 這個節目包都說髒話 是不是 就是 就是很無恥 其實台灣都有這樣的情況 警察的 叫做專業設備 不是 警察的人工專業設備 福利其實都比消防 但是大家都明白 但是消防才是正常運命搏 警察與其說是維持社會治安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統治政府 統治階層 維穩 維持 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的武力手段 反而消防其實真的叫做 救人 救人 保衛市民 雖然在遇上革命消防 借過一次水泡車 但是後來都說不會再借 其實是好過客警衡很多 但是警衡這麼低 就是它是 deserve more dignity more respect 是啊 還有更好的待遇 就是 抽一下水 學一下禮物 向消防言致敬 真的謝謝你們 今集時間就真的差不多了 真的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各位在下個星期 同一時間 就收看學生主場 記得火金 記得支持我 火金回來的 可能男女上來做節目 好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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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一下 我